我剛剛沒有自我介紹到 因為太晚進來 外面吃便當 我是高東生 不要懷疑 我現在穿制服 我早上 然後 我們這組介紹的是 烏來南四溪 因為 南四溪的上游 已經是新電系的上游了 南四溪上游 就更深山 我們上不去 沒有管制 所以我們只能在烏來 這個下游的地方 然後我們 我兩個主任 我是陳藝賢 然後 兩個主任在那邊 我終於跟你們來 好 現在開始介紹 南四溪 它在 下游位於 新北市的烏來 是寫嗎 屈蠻不是 烏來區 烏來區 然後 它是新電系的支流 算蠻大條的 就是 那個 有去過烏來 就是知道 然後 南四溪 在烏來寶街旁邊而已 就很美麗 然後 它的源頭在七藍山 那附近 然後 全長45公里 超級長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流浴的位置 我畫的沒有很清楚 就是這一塊 咖啡色 怪怪的 然後 那邊是我們拍的照片 然後 這邊 然後 這邊 這個是 我們要演講的大當 就是 故事啊 所以就 當作你寫 洗身轉合 然後 好厲害 然後 然後 去 南四溪與觀光業 因為 烏來這個地方啊 就是 溫泉嘛 大家有沒有人 沒有去過吧 應該沒有 沒有去過 然後 反正就是 南四溪跟觀光業 是很 有很大的關係 像它美麗的河景 然後 陪伴南四溪很久的原住民文化 然後 還有 櫻花祭 還有它的溫泉 然後 這個是老街 然後 台車站 台車站在 它 它可以到 很 比較深山的地方 這是櫻花 然後 原住民文化館 對 那邊有一個 原住民的文化館啊 泰雅族原住民文化館 裡面有 很多 有關 泰雅族與南四溪的關係啊 他們 生活在那個地方 他們的歷史 然後 櫻花祭的話 就是春天 然後應該 嗯 快到了 對 快到了 就是如果想看的話 可以去烏蘭 這邊有一條叫 信賢步道啊 就是沿著南四溪走 你們一直走一直走 可以走到 那個 勇士廣場 然後就可以賞溪啊 可以看那個 瀑布 然後這個櫻花 後面那一條 這個 就是瀑布 都不是很明顯 然後就是 露天的溫泉 就是 在以前啊 就是 那邊可以自己挖溫泉啊 附近都有溫泉可以泡 可是因為 政府在管制啊 說什麼這些都是違建啊 所以全部裁光光 然後也不能挖溫泉 對 真的很可惜 然後這邊就是 西井 上次我們去的時候 他還在洩洪 對 然後我們就是 剛下去的時候 他還沒有廣播 結果他後來廣播 我們就 跑上來了 太恐怖了 結果後來發現也沒什麼 就是 變高一點點了 然後 我們要講 觀光夜雨溫泉 因為 烏法這個地區啊 它有豐富的那個 地熱 地熱能源啊 所以 地下都是有很多 溫泉 然後這邊的溫泉 屬於 痾 痾 痾 流化的 就是 可以比較 保養皮膚 對 就是 那個 腳皮魚啊 覺得在那邊可以泡 泡溫泉的話 會有雨來幫你摀腳皮 可是等一下我會想到 腳皮很可怕 對 這很久以前 這超可惜 露天溫泉啊 全部都不見了 有 這都是以前的照片 有 然後現在就有一些溫泉會館 然後這是再一次那個觀光局的照片 然後這是溪流生態 這是上游 上游有一個福山植物園 對 然後我們之前 我們老師到 生物老師到我們去過 然後這是養殖場的一個巡龍魚 對 巡龍魚在台灣已經很少人在養 因為很貴 每一隻都很貴 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魚子卵 魚子醬 魚子醬 超可怕 剛剛那個是什麼 小鴨 對 小鴨 我要給你們看小鴨 可是剛剛那個是巨龍的小鴨 對 就是天氣好的時候 那邊很多鴨子 我們那天去的時候 到處都是鴨子 然後都在刮 很吵 吵死 那是巫崖瀑布 對啊 這個 這個照片應該都最好看的 因為一堆被櫻花蓋住 如果沒有櫻花 那個枯枝葉就 又很好笑 在巫崖那個地方 就是溫泉嘛 因為他們水會很低啊 所以都要用水管來抽泉水 然後這個就是 很難看全部都是水管 然後這也是水管 當然都是水管 然後 沸水聚集區 就是我們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 之前的新聞啊 有說 那個 南四溪的 溫泉啊 溫泉的沸水 全部都排到南四溪裡面 就是 零物只有 地法 說要護膝 就是 我覺得是假的 對 因為那天我們去仿調的時候 還有去問 警察局 本來是想要去警察局 問警察 被他 跟他說 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些 南四溪的 法條 有沒有人在違反 他們就說 不是我們在管 不是我們在管 對 就覺得很 很悲哀 對 然後 這邊是 太亞族博物館 對 那個 外頭 然後 這裡面 然後那天我們去仿調的時候 有仿調一個那個 佩亞族的老奶奶 對 他是博物館內的解說人員 然後我們問他很多文化 那個 他們 南四溪的 關係之類的 然後 他們就說 我問他們 他們住在溫泉帶附近 觀光業 觀光業發達附近 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他們說不會 他們覺得 南四溪能讓這麼多人看到 然後 他們很開心 可是 他們真的覺得 溫泉 那些 廢水 他們都不知道排到哪裡去了 他們很怕 那個 很多腳皮的廢水 都排到溪裡面之後 整個溪都被他們汙染 他們以前 其實是可以在 還沒有立護溪之前 他們可以在溪裡 獵魚 然後 自己採集 過自己的生活 很開心 他說他小時候可以這樣 可是後來就是 民國九個三年的時候 開始立法 所以以後就不能再釣魚 抓魚了 這是劫魚 然後 等一下 就是 南四溪只是 清電器的一小隻啊 可是 他也是 跟清電器一樣有 很久的歷史 然後 希望開發後 南四溪可以跟以前 可以跟以往一樣 對 然後那天我們要反釣 第二個人 那個 他也是原住民 他們都很害羞 不給我們拍照 然後 那個 影片也不給我們錄 對啊 所以 我們問他說 他很年輕 就是 跟我們差不多吧 然後 他就說 他希望 大家 去那邊 可以多看一些原住民的文化 然後也可以多到溪裡玩 因為他們說 即便是護溪 可是還是可以下水去玩 對 就是玩水 然後 他們很希望 政府 可以給他們 更多的機會 就是 就是設立一條什麼 原住民的走道 步道之類的 然後 讓他們可以 發展自己的原住民文化 還有 南四溪這邊的故事 對 就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其實有沒有有問題 對 就 謝謝大家